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呢 會在每周四更新精明咖啡器材啊 還有手沖的沖煮技巧 等一些相關議題 所以如果你喜歡咖啡 想要關注咖啡的話呢 請務必訂閱學長的頻道 就可以收到更多的薪資囉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是關於 浸泡法 他的三個注意事項 可以讓你的浸泡法變得更好喝 那他其實所針對的器材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 像這個Hallio的Switch啊 或者是說像 像聰明濾杯啊 或是像老爺尼360 或是像這個Kinto的 這個也算是聰明濾杯的一種概念 這種類型 他主要以浸泡為主的濾杯 可以讓你東西變得很好喝 OK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他的萃取的部分 因為一般像我們這個 Hallio的Switch 我們可能開了粉下去後 我們就把水倒完 然後可能攪拌一下 然後過了一兩分鐘以後呢 我們就把水放掉 就完成這個沖煮 這個基本上的流程上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 這樣的沖煮系統 它本身它的萃取率 或者風味釋放的效率呢 是比較偏低的 就是它必須要很長的時間 它才會萃取出足夠的風味 所以如果你整體萃取時間不太夠 譬如說你可能只萃取了一分鐘 或一分半鐘 可能不太夠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風味喝起來有時候會比較單薄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們要去思考的部分 就是思考一下 萃取率我們要怎麼樣提升 在這樣的系統裡面 好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考慮說 我的研磨度可以略微調 細一點點 好 那這樣的時間不用增加很長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萃取率就是可以有顯著的提升 第二部分是 如果你的研磨度不調整的話 你可能就要直接把時間拉得很長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的手沖可能正常2分鐘到3分鐘之間呢 也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呢 你試用吋滅濾杯這樣的概念的系統的話呢 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 可能3分半 甚至4分鐘 你的風味才會阻亮 因為它本身的萃取率是比較偏低的 那不然的話呢 第三部分就是 你的水溫可能還要再適度的上升 因為呢 剛才也跟大家講了嘛 譬如說我們在 如果你的時間已經拉到3分鐘 3分半鐘 總計我水下去的瞬間呢 我裡面的水溫就慢慢慢慢的降溫 因為到後半段的時候呢 它的萃取率會越低 所以也可以考慮說 我在前半段的部分呢 我可以增加一點水溫 譬如說原本90度 你到95度96度 它即使剛開始呢 它的溫度比較高 但是它很快就會降溫嘛 所以會讓你在大部分的浸泡時間呢 都可以處在一個 水溫仍然是比較足夠的一個 區間帶裡面 你的萃取率就會比較OK 那以上三個部分呢 都可以減少你第一項的問題 就是萃取率不足的問題 那第二點是關於你的粉吃水的問題 因為現在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嘛對不對 任何的咖啡充武器材 手沖也好 洪汐也好 意識機也好 任何的咖啡充武器材 你的咖啡粉的萃取呢 是從你的粉吃飽了水 才正式開始進行萃取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的粉有些部分沒有吃飽水 或是它根本全部都沒有吃飽水的話 其實你以為它在萃取了 但事實上來說呢 它根本就放出風味的效率非常非常的低的 就像你泡很久很久 你的咖啡一樣是不會有太多味道的 所以我們特別要注意 如果你要使用這樣的沖煮系統的話 你如果要搭配攪拌 請務必你要攪得很徹底 確定你的每一個咖啡粉的顆粒 都是吃飽水的 那尤其是越淺焙的豆子 它需要攪拌的次數就越多 所以學長建議你 如果你使用這個Switch這樣類型的系統的話呢 盡量的我們多攪一下 沒有關係 尤其是在前半段 剛開始粉跟水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那段時間呢 其實咖啡粉是不太容易出苦澀味的 所以你就用力的攪 徹底的 花多一點時間去攪 沒有關係 那這邊我再提一個題外的話 如果你到了萃取的一半 譬如說你原目標是三分鐘 到了一分半 甚至兩分鐘的時候 就是大概充足了一半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我的咖啡粉呢 跟我的水它本身之間的溶解的感覺 好像停滯了 這個時候不妨再把你的攪拌棒拿來再攪一攪 因為事實上來說咖啡粉它本身它還會沉澱嘛 那你稍微去攪拌一下 讓我的咖啡粉在我的水裡面呢 能夠重新的擴散 它有更多的面積可以去接觸水的話 它是可以增加整體的萃取效率的 但是請特別注意 請盡量不要在最尾巴 譬如說你目標三分鐘 你不要再兩分半以後呢 還在瘋狂攪 輕輕拌還可以啦 瘋狂攪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萃取出一些苦澀味 因為到了你的萃取的尾聲的時候呢 這時候咖啡粉它的一些巴底 以及它的苦雜物質呢 是比較容易被擠出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還去硬攪它 攪太多下的話 這個時候反而是最危險的 容易出苦澀味 所以反而是 如果你要搭配攪拌的話 在剛開始的時候是最可以瘋狂攪拌的 這樣子你的整體的風味又會足量 又不會出苦澀味 是一個很好的抉擇 然後第三個部分呢 是關於你的配水的部分 因為其實這樣子的充足器材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有 開關閥門嘛對不對 把開關閥門打開的時候呢 我的水是會流掉的 那我把它關起來的時候呢 我的水會流在我的濾杯裡面嘛 這樣的一個聰明濾杯的系統 那通常呢 我們是可以去搭配說 我一部分的水呢 我是先讓它流掉 另外一部分的水呢 我是讓它浸泡時間拉的比較長 所以就等於說流掉的部分呢 會比較接近濾泡法的一種充足概念 那讓它流在濾杯裡面呢 會比較類似浸泡法的充足概念 所以非常建議各位呢 我們可以考慮呢 去交叉組合這個 濾泡跟浸泡的比例 如果你只100%全部都是用浸泡的話 就是都泡在水裡面 攪拌完就不管它了 最後才把它流掉 這樣子的風味不是說不好 只是它的層次表現 就是變化度啊 有趣性 會稍微單薄一點點 變化比較少 但如果你要追求更多的變化性 更多層次感的話 就可以搭配濾泡的部分 譬如說我前面100cc 假設我目標是310cc 我前面100cc 那我就使用濾泡 跟平常手沖的方法一樣 OK 當然 那後半的200cc 你還是可以用浸泡 或者是說 譬如說悶蒸的部分 我悶蒸先關閥門 然後讓做浸泡 然後過了一樣悶蒸30秒以後 我就把閥門打開 然後再給100cc的水 然後讓它流完 然後後面160cc 我再做浸泡 這樣子一部分的濾泡 配一部分的浸泡 喝起來會比較新鮮有趣 而且你也可以利用 這樣的比例的調整 去微調你的風味關係 因為濾泡法原則上 它的風味 尤其在前半段使用的話 它的酸質跟香質 還是可以再加比較多的比例的 所以喝起來比較香酸 所以如果你是中南美洲豆 你的酸質想多做一點的話 不妨多配一點點濾泡法進去 是可以讓你的風味的新鮮感 或層次感會更好 那以上三點都可以去做調整 但是大家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部分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先去講究 你的萃取率 因為如果你萃取率不足的話 你後面玩二跟三本身沒有它的意義 第一部分一定要去弄清楚 我用多少研磨度 用多少水溫 用多少時間 它的風味是差不多 是飽滿的 然後這件事情弄完以後 再去討論說 第二部分攪拌的部分 第三部分它的配水的部分 再去做調整 根據這樣子的邏輯來推敲 來設計你的沖法 基本上你的這個聰明麗杯系統 或是這個浸泡法系統 想要不好喝都很難 OK 那以上就是學長跟大家分享的三招 對於這種浸泡法系統的一些建議事項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學長頻道囉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